亲爱的妈主 我请求你能够保护所有的动物 让它们可以远离痛苦 请你护佑它们 我也请求你可以帮助人们 可以增长智慧 让它们可以跟动物 可以有和平的相处 让生命跟生命之间 让所有的生命可以不要互相伤害 祈求上苍可以让人们增长智慧 让人们不要伤害其他的动物生命 我从小在鱼市场长大 我的家庭是卖鱼的 我从小就帮着父母亲 我必须去屠宰鱼 我刚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 对痛苦死亡很敏感的人 我受不了看到生命在受苦这件事情 任何生命都是 所以因为受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只要我还可以 我想我总是比这些生命活得更好 所以我怎么可以不去做些什么呢 我在台湾做动物保护工作 到现在已经25年了 那我的工作就是做所有的 只要有任何动物痛苦的地方 或者是任何动物痛苦的issue 我们就会去做完整的调查 研究 然后我们会制定一系列的策略跟行动 透过法律或者是政策 去改变动物的生命的处境这件事情 所以在台湾我们这25年来 我们为台湾制定了很多关于动物的保护的法令 那也监督政府的政策的执行 那同时我们也利用公众的教育 不断的去提高公众 民众对于动物保护的意识 20年前当我们在台湾谈什么是人道对待动物 什么是人道屠宰的时候 我们是会被骂你们是疯子 动物都要死掉了 怎么会有人 你都要杀死他了 怎么会有人道不人道的问题呢 我们会看到这20年来 至少在台湾 我认为全世界都是的 我们慢慢在看到那个进步 越来越多人关心动物的处境 我大概是因为这样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 我受不了看到生命在受苦 所以那个东西会让我一直 有动力想要去解决这些事情 我想我这辈子是 解决不了所有的事情的 但是我相信 我如果还有来生的话 我还是会继续做这样的工作